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少明溜です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領冬王冠的角色評鑑 首先先來打一下預防針好了 這個角色評鑑呢算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心得分享 那至於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見或是有其他的角色喜愛的話 那還是遵照你個人的意願去練角色 當然有愛才會把角色發回出來 沒有愛的話把它發在商戶一輩子都用不到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直接看一下角色分析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約克公爵 約克公爵呢他在第一季的時候是有每20秒發射一個跨射的炮彈 當命中敵人的時候會造成對方減速40%持續6秒 這個炮彈呢是會優先攻擊到對方人型單位的 那減速的時候頭上跟方舟一樣會出現黑色的圈圈 一旦減速之後呢在我方後排的大炮 就會有比較高的命中率去命中對方 好第二個技能是第一輪的主炮傷害提高50% 而且主炮命中對方的時候會使敵人受到一個debuff 提高我們的傷害在12% 這個跟海媽一樣全體都會提高12%的傷害 而且他可以跟海媽的debuff共存 也就是40再加12會有52%的增傷 而且自己也吃得到這個增傷的效果 等於說你跨射三底座嘛 第一炮的底座打到對方的時候就已經啟動了這個增傷的機制 所以後面的第二座第三座同樣都可以享有這個提高傷害的優勢 而且對方頭上也會出現黑圈代表他已經受到debuff 而且我們可以利用第一輪炮擊提高50%傷害的這個優勢去打我們的精英怪 尤其是精英怪第一輪可以提供很大量的傷害 直接在第一輪快速解決這個精英怪 所以約克公爵算是前期打活動很好用的一個角色 那整體的坦度活力在推圖方面都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輔助面也是很好用的 防空一般演習可能沒有太大的發揮 不過一般在推圖的情況下還有輔助的情況下 甚至在未來要打王打ES活動都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他可以搭配我們20秒的海倫納輔助 那一般的裝備配隊呢我們可以使用410或是MK6 那如果想要打快速解決精英怪的話 配備410加上我們的精火控 可以提高第一輪的裝填快速解決我們的精英怪 好接著來看一下航母勝利 勝利的第一個紅技呢 是對所有戰列艦提高20%的傷害 那受到跨射也會減少20% 戰列艦包含的戰艦跟戰巡 他們都會受到額外20%的傷害 那另外一個紅技呢是在執行空襲的時候 會有25%的機率觸發10秒的兩倍傷害 這兩倍傷害就是有點像企業的兩倍傷害 不過他的機率只有25% 其實沒有很高大概四分之一嘛 每四趟可能會有一趟會觸發 綜合的坦度呢其實因為對戰艦跨射有額外的呈傷能力 所以他在後排又是重裝甲的型態 所以他坦度比一般的空母還來的高 那火力方面呢因為有兩倍傷害 可是這個期望值非常的低 頂多只能算是一般正行的一個傷害而已 對空方面是不錯的 輔助完全是沒有 打演習的過程中是比較少人會用到勝利來打演習 一般推渡就只能當作一般的正行 甚至會比吃喝來的弱勢一些 好 再來是大家的偶像天狼星 天狼星的第一個技能呢 是隊伍中如果存在的航母單位的話 那航母單位會提供他的航空值10% 而且航母單位會對敵方的驅逐、輕巡、重巡、超巡的命中率 再提高10% 是命中率喔 而且另外一個技能是 在我方有正行、輕行的時候呢 自身的炮擊、雷擊、裝填還會再提高7% 最多疊三層 因為後排就三個人嘛 所以三個人能夠提高他21%的炮擊、雷擊還有裝填屬性 這個很明顯就是你必須要帶很多的航母 後排越多航母的話 後排的航母影響力非常好 也會提供天堂星不錯的一個素質加成 因為他本來自己的屬性就不是這麼高 所以這個角色是偏向需要攜帶大量航母 來達到護力共會的一個效果 再來 宏技方面是提高自身的炮擊20% 綜合表現來說呢 他的坦度其實不是這麼好 火力方面需要用到隊伍的航母數目來撐 防空是1等1的 他本來就是負責對空的一個角色 輔助方面是可以輔助我們隊伍中的航母單位 推圖是可以的 那很少人會拿去打PVP 綜合而言 他就是一個對空特化 但是基礎數值比較低 需要配合航母陣容 他可能會有一些發揮的空間 當然未來還會出現一個帶躲 帶躲他可以輔佐帶躲擊所有的角色 再進一步提高他們的傷害面 不過這也要以後才會有了 當然我想你擁有這一隻天堂星 未來出一個帶躲 是肯定要入手的 好再來這一隻女僕船 謝菲爾德 謝菲爾德這個技能非常好玩 在初級的時候 只要是我方的船整體耐久 比謝菲爾德還要低的時候 就會有30%幾率受到的傷害 會是半減的效果 這包含前排或是後排 只要是進場的時候耐久度 比謝菲爾德低的時候 就可以享有這個技能的保護 那這個技能的特效呢 就是一個十字閃光 加上光球的保護 所以還蠻明顯可以看到說 這個技能有觸發在我方的夥伴身上 那30%幾率半減 其實在其他毯子 像是Indy 就有8%的半減機會 還有我們的謝菲爾德上校也有8%的半減機會 那謝菲爾德是來到了30%半減 而且不分前排後排 他連自己也都可以吃到 所以這個技能非常Bug 他提供了大量的一個保護機制 給所有的船 等於說所有的船 只要耐久比他低的 都會額外再多上一個半減效果的技能 所以這個使得很多組隊的模式發生了改變 尤其是前排 以往我們面對到可能脆皮的大砲 在生存能力上非常的不足 那提供了一個謝菲爾德在組隊的編排上面的時候 可以保證這些玻璃大砲 能夠有較好的一個輸出 還有較好的一個生存 所以他大大改變了前排編隊的一些機制 所以這隻角色非常的Bug 那第二招弘技部分呢 是主砲的暴擊率會提高12% 暴擊傷害再提高30% 整體而言坦度多虧這一招坦度還不錯 火力也會暴擊 所以在推圖的過程中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輔助前排這些脆皮角色的手非常好用 基本上他的對控能力也是很高 他整體的素質非常的平均 而且也可以提供優質的前排保護 那可以使得前排擁有更多元的一個前排組合的選擇 所以這隻角色非常的好用 基本上是必抽必練的 接下來是驅逐格倫威爾 格倫威爾第一個輔助技能呢 是提高艦隊中驅逐的火力值15% 那另外一個技能是自己會有每20秒30%的機率發動自身完全迴避 也就是無敵的效果6秒 基本上這隻的角色平均的素質還算是中間偏下啦 那基本上皇家的驅逐生存能力都還不錯 那能夠提高火力是不錯 可是很少有機會能夠讓純粹的火力驅逐件能夠有所發揮 因為這種組合在皇家裡面是很少的 除非你要跟Luffy去組隊 不然提高火力值一般在驅逐的影響泛用度是不夠的 那整體坦度有了無敵算還是不錯的 火力面有主砲有魚雷 防攻方面驅逐就不用想太多了 PVP方面很少人用這一隻 推圖就一般般啦 整體的使用情況發揮度是蠻低的 不過你知道的 這遊戲不只是打怪而已 重點是他的力會構想就好了 好 接下來是無敵 無敵的第一個技能是當於雷命中敵人的時候 會有17%的機率觸發這個集火信號 持續8秒 那這個debuff一到一上之後呢 會使該敵人受到雷傷提高40% 這個是一根就有17%的機率 所以你5根就是獨立去計算17%的機率 總會有一根上到這個debuff 那之後所有的魚雷打在這個敵人上面的時候 都會提高40%的傷害 那第二個輔助技能呢 其實每20秒25%發動 降低對方的射速跟傷害 這個技能其實蠻激熱的啦 實戰的時候是不太會用到這個技能 那無敵整體的坦度還算可以 因為他的迴避還蠻高的 魔力面就一般般 推圖可能大於演習啦 輔助的效果就是輔助這個雷傷 對空驅途劍就很低落 可以當作一個雷傷輔助用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雷擊值跟雷擊效率 不是特別高 那未來會有一個古風改 改完之後古風自己的雷擊值跟雷擊效率都非常高 那還會有這個激火信號 簡直就是破天的輸出角色 這技能輸出也可以輔助其他的雷擊角 有更大的輸出機會 再來是火槍手 火槍手就一個技能力 就是每20秒會提高自身12%的魚雷傷害 最高可以疊8成 在顧名思義他每開場20秒跳一次12%傷害 40秒再提兩層 那總共他要疊到滿已經三分鐘去了 由於基本的雷擊值也不高 那他的雷擊效率其實也在一般般 中上的成績而已 大概你要跳到三層也就是60秒的時候 才有可能跟揚岩這隻角色相提平倫 因為揚岩自己本身的雷擊值就很高 效率也很高 他也帶雷擊的指揮 所以揚岩還可以幫前排輔助雷擊值提高 那他只能自己增加自己的魚雷傷害 而且還要等時間 基本上他處於慢熱型 坦度方面因為沒有防禦劑 那火力、魚雷或許還可以期待一點點 防空也不是很好看 一般來說演習跟推圖都用不太到他 這隻角色收藏就好了 好最後兩隻藍皮的青群 斐激跟雅買家可以一起講 首先是斐激 斐激每20秒可以造成對方的傷害降低8% 自身再加防空40%持續6秒 所以這個技能非常的...不是這麼亮眼 有點雞肋 如果持續時間可以到10秒的話 或許這個技能還算不錯用 那雅買家也是一樣 他跟謝菲爾的初級的時候 自身的炮擊雷擊都會提高15% 不過也是由於自身面板比較低落的關係 儘管提高了炮擊雷擊值 他的整體傷害也不是說會有飛躍性的成長 那坦度方面青群都還不錯啦 火力也是一般般 青群對空還可以 那推圖會大於演習面 不過推圖也很少用到他們這些角色 培育的優先度是比較低的 好啦講了那麼多 你應該心裡有數了吧 這次我認為最優先推薦的角色 一定是這個謝菲 他大大改變前排脆皮的命運 那兌換的約克一定是要換好換滿的 至於兩隻金皮角色要不要抽出來呢 就看你個人的意願了 一個是天堂星必須要等到未來有帶朵機 或是比較多的航母群去support 那自己本身這個勝利呢 其實現階段有其他太多的金皮航母 比他還要厲害了 吃喝啦 契業啦 翔瑞 他們都有共同組隊的一個機制 可以提高他們的航空傷害 那他必須要等強襲出來之後 才會有比較亮眼的傷害 那其他角色真的就是看自身有沒有愛了 有愛的話就是抽好抽滿練好練滿 好啦以上是今天這個領冬王冠的一個角色分析 希望能夠幫助你了解一下這個角色的定位 好啦那我是草莓牛 有問題的話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agerly 你可以 再猫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